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在拥有很多钱时 如果他有以下两种中任何一种表现 那么代表着这个人只是单纯的钱多 人毫无智慧可言 对于这个人来说 钱多就成为了一件坏事 一 穷太极奢 第一种表现是穷太极奢 这类有钱人一开始很穷 但因为某种原因一夜暴富后 极端奢侈 尽情享受 不懂节制 曾看过一则新闻 让我感悟很深 新闻上说 某有一村极其贫穷落后 交通不便 村民们每天都要挑农产品 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到菜市场去换钱 以养家糊口 当他们都习惯于这种贫穷的生活时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了 政府规划修路 全村村民将全部迁徙 高额的补偿款 让他们不知所措 很多穷人在突然有钱了之后 就变得很奢侈 他们盲目地消费 买的东西都是 但求最贵不求最好 身上穿金带银 整日游手好闲 就是爆发户的典型样子 而且很多村民开始沉迷于赌博酗酒 他们沉浸在发财喜悦中 无法自拔 根本不去想以后的生存问题 古话说 人无远虑必有尽有 这种人有了钱后 只懂得花钱享受 不懂得存钱留后路 不劳动的人迟早会坐持山空 当一个人有钱时 却穷太急奢 是十分愚昧的 一个有德行 有智慧的人 应该懂得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 则长足的道理 再多的钱 也扛不住一个人 毫无节度的乱花 正所谓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只有有计划 有节制 有目的的花钱 才能细水长流 如果还懂得去不失 懂得用钱去投资 去学习提升自己的价值 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也就再好不过了 二 利益熏心 我们再来说第二种表现 它与第一种完全不同 第二种有钱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 靠着自己的努力与奋斗 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表面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他们其中有些人 太利益过头了 因为创业的艰辛 他们长期处于高度的压力之中 他们丝毫不敢放松 总觉得赚的钱远远不够 他们即使已经赚了很多的钱 也不会乱花 相反 总是去想着 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 当一个人有钱 而没有德行 没有智慧 钱就变成了祸患 他们很多人为了钱 开始糟蹋自己的人生 他们每天很努力地工作 整日劳心劳力 天天加班到凌晨 餐餐泡面外卖 刚刚步入中年的他们 身体就开始出现各种毛病 这种前三十年用命赚钱 后三十年拿钱买命的做法 实在是不可取 想想自己奋斗了那么多年的财富 要全部交给医院 最后还可能落得个人才两空 岂不是太不划算了 以上的情况虽然很糟糕 可是还有一种更利益熏心的人 他们在赚钱时常常铤而走险 甚至不惜触犯法律 最后只落得妻离子散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不喜欢钱 但在金钱面前 我们都应该清醒和自律 为了金钱丢失了健康快乐自由 等这些花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就十分得不偿失了 有位学者曾经说过 金钱能使人身败名裂 也能让人胆壮心雄 它就是一把双刃剑 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 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 聪明有智慧的人 头脑清醒 懂得满足 不被利益熏心 努力奋斗的同时 也知道生命还有更重要东西 会珍惜生活中的美好 聪明有智慧的人 绝不会只懂享乐 只一味追逐钱 他们选择让自己变得强大 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明确的计划和目标 他们不会好意勿劳 或者不劳而获 曾广贤文 有云 知足常足 终身不辱 懂得知足的人 会长久保持快乐 一生都不会因为金钱的事情 感到屈辱 一个人只有拥有一个 良好的金钱观 才会获得更好的人生 古人还有个比喻 赚钱做生意 好比跟人打拳头 你要打得过别人 但自己也会受伤 如果一个人占据了过多钱财 而不肯不失的话 是不道德的 因为财富是大家创造的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但诸位也不要仇富 富人比穷人更苦 一来钱财过多了 反而越没有安全感 买保险的 保险箱保险门最多的 就是大富人 二来 这些钱是大家创造 在天道来安排 都要归于大众 如果你不归于大众 想给孩子 就克到孩子 所以富不过三代 钱财太重了 压得孩子喘不出气 儿子为了喘气 就拼命花钱才舒服 钱出去了 业障就出去了 钱代表业力 这个观念很少人懂得 想当官的 乃至贪钱财心过重的 一般都是克到孩子 或者家庭 或者身体健康 财心过煞 就克到自己了 现在人病很多 家庭吵架 没钱时夫妻和睦 有钱了 反而离婚了 其实他不知道 被钱财克到 诸位去观察 老天爷一定是公平的 一个人很奢侈享受 太多资产 一般就会缺一样 不是孩子没有出息 就是身体不好 不然感情就有问题 我们总以为 钱财可以解决 所有的问题 却不知道 有些钱财 要归于大家时 才能解决问题 归于自己时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很多富翁 年轻就去世 不是劳累过度 而是钱财克到 但知道钱财克到者 却不多 一般钱财来得快 就是当官 或者做生意 搞垄断 否则普通老百姓 就是普通生活水平 但像做生意的 身体不好为多 酒肉过多 当官的 孩子不听话为多 收人钱财 都是替人收恶业 现在市场经济下 很多赚钱方式都不实在 什么炒股 炒房 还有各种奇怪的投资 或者保险也成了投资 因为现在是太平盛世 但诸位 风水轮流转 古人讲 三十年为一世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现在赚到你能赚钱时 不过是你过去的福报 显现出来而已 一定要实在一点 不要做太虚的 以后风水赚了 如果把福报都消完了 那就很苦 不懂修德 不会有才 念咒无数 才也不来 修德改命 是为根本 德不配位 德才是灾 宽厚待人 不失无我 舍一得万 不请才来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胸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一点 享受 藏 优优道 我们下期再见